美军三艘航母为何齐聚菲律宾海 为何国际评论指出 留给美军的时间不多了 为何国际分析人士尖锐批评美军疯了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相情 环球网报道 在过去的十天时间内 美军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域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作战能力演练 中国海军专家李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美军在南海附近三艘航母接连出动 进行战斗训练 向中国发出了威慑信息 报道称 美军现有十一艘航空母舰 有四艘处在维修状态 七艘能够航行 就部署了三艘在菲律宾海 此举此前从未有过非常罕见 要知道三个航母战斗群集聚 拥有近两万名作战人员 两百架作战飞机 一般国家很难抗衡这样的军事压力 但有国际分析人士指出 认为美军想用这三艘航空母舰 对付中国是大错特错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反航母武器 击沉三艘航母和击沉一艘航母 几乎没有多大区别 同时根据美军对航母的部署规划 留给美军三艘航母 集聚在菲律宾海的时间不多了 在菲律宾海的三艘航母 分别是罗斯福号 里根号和尼米兹号三艘航母 而且根据美军的计划 这三艘航母集聚在西泰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据报道 在7月初罗斯福号航母将要返回圣地亚哥 里根号航母将返回日本的美军海军基地 尼米兹号航母也即将参加环太平洋2020演习 分析指出 美国海军在遭遇新冠肺炎袭击处理糟糕 导致形象严重受损 这一次三艘航母骑聚菲律宾海 只不过是利用热点地区刷存在杆而已 美军非常清楚 他们的航母威胁一般国家绰绰有余 但是想要威胁拥有核武器 以及东风二一地 东风二六这样反航母武器的国家 简直是找死 实际上 国际上不少军事观察人士 就尖锐地批评美军三艘航母 部署在菲律宾的行为 一位叫佩雷拉的国外军事爱好者就指出 美国是疯了吗 他们挑衅中国将是自己尴尬 中国会击沉其航空母舰 严格意义上说 美军三艘航母骑聚菲律宾海进行战斗演练 看上去是向对中国秀肌肉挑衅 但是了解过去数十年历史的人都会明白 美国即使部署三艘航母 也只能在菲律宾海演练 而不敢更进一步 2016年7月 发生在南海海域军事对峙事件 让美军已经清楚地明白了 他们该如何保持安全距离 当前 美军航母也只能在菲律宾海 刷一下存在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